Good morning 紐約州長庫默週五表示 ICU病患首次成負增長 住院率也連續三天下降 我們在確定地增加疫苗率 但紐約州的死亡人數仍處於較高水平 過去一天有777人死亡 總共7844人喪生 庫默表示 雖然整體疫情呈平緩趨勢 但未來的軌跡仍取決於 人們是否遵守社交疏離政策 而要想一切重返正軌 庫默說還要有更多檢測 包括抗體檢測、確診檢測 目前紐約州的中共病毒檢測數量 超出多個國家 庫默表示 需要吸取一路以來的經驗教訓 避免引發第二波疫情 他提到武漢、香港、新加坡以及意大利 再次出現新增病例情況 顧默提到週四晚 紐約多個地標亮起藍色燈光 表達對醫療人員的支持 他說將與聯邦合作 推出應對中共病毒英雄補償基金 來幫助前線人員及其家人 新唐人記者宇婷 紐約報導